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算一击二击都考吗 嗯 在 好 在就好啊 改回来咱们就回来啊 针对于上面咱们讲的关于工程一起考啊 很赞 好 咱们听到什么一封说一起考 那就一起听 二击水利考增项 今年今天刚来多学习 咱们王德梅同学 学习劲很浓啊 很不错 给你个大大的赞 必须得过 考一件还是二件啊 都过啊 咱听到小蜜蜂 咱们二件考增项 一件考全科 都过啊 好 那 哦 你也是一件二件同考呀 那挺好的 咱们一件二 如果咱们有那个 连线的话 一件二件同考的话 都挺好的啊 因为咱们水利的一件二件 咱们很挂钩的啊 通过咱们17年这个真题啊 咱们就可以看到啊 咱们一件二件 咱们的教材有不同之处 有60%到70%之间是相同的 但是呢 咱们考试是非常挂钩的 比如说17年的二件 对于17年的一件 有很大的什么呀 方向性 那对 所以一件二件 不分价 记住这句话就行了啊 你看咱们 妹妹同学啊 和咱们小蜜蜂 都是什么呀 都来听老师讲课 嗯 谢谢啊 谢谢你们的肯定 今年二件过了 继续考一件 呀 那你今年也听我 嗯 那你有没有听过我二件的一为一呢 咱们一二三同学 啊 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了 听过 没有 是不是啊 没有听过的 听过 听过就再听一遍 听过二件来听一件啊 行 好 那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课的 那就今年一起听 好不好 好了 那咱们刚才讲的测量 咱们学员还有什么问题吗 关于咱们这个知识 性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 谢谢妹妹同学 对我的肯定啊 老师讲的很好 谢谢啊 谢谢 咋这么夸我呢 没有什么啊 看 看来 我们对刚才测量 老师讲的内容 大家都消化了 是不是 没有任何知识 没有任何点 去跟老师提问了 嗯 好 是我讲的太好呀 还是你们学的太好呀 都没只是 都没有什么疑问 哈哈 哎呀 欲教于乐 嗯 谢谢 我就是给你们一个快 在快乐中学习 咱们学的记得更好 更快 是不是 工作一天那么累了 来听听课 放松一下 然后顺便咱们学习了 就可以啊 这两简单呀 后边也挺简单的 学着 跟着我学就没问题啊 好了 那咱们就开始 嗯 接地气 必须的 咱们不都从 咱们都在地上走 咱们得接点地气啊 是不是啊 好 好了 那咱们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 咱们就继续讲下面的 咱们说工程测量很简单 是不是啊 老师讲的也接地气 那大家也都明白了 那我们讲一个测量的要求 666 好 666 走 来 看我们的一个第二款内容 靠一个工程测量的要求 关于咱们这个测量要求啊 这一节呢 这一幕的内容呢 我们是非常多的 所以也嘛 我们分了两次啊 因为第一次课呢 我不会给大家安排太多的任务 什么呢 因为呀 我们去探探你们的底子 看看你们能介绍多少 我们后面再根据提 再去加大我们的课实量 对不对 我们先呢 看一下我们的主要内容 这次呢 给大家讲两个点 一个呢 是咱们的基础知识 一个呢 是咱们的基本工作 讲这两个小点就可以了 好 我们第一下来看我们的基础知识 基础知识呢 第一下来要大家要证实的是一个高层 哎 我又提到了高层 谁测高层呢 谁来测高层呢 仪器是谁呢 水准仪 对不对 哎 好 我们这样子 那什么才叫高层呢 我们马上就跟大家介绍 说某点沿垂线方向到大地水准面的距离 称为该点的绝对高层 如果这是海拔简称为高层 用咱们的H表示啊 用咱们的H表示 通常采用咱们平均海平面 代替咱们这个大地水准面 作为高层的基准面 我国呢 自1988年 1月就开始采用了1985年国家高层基准 作为咱们这个高层起算的一个统一基准啊 这个呢 咱们大概了解一下 知道一个常识性的东西啊 别说了半天的高层 有有学员还在问老师 老师什么叫高层啊 这个就叫咱们的高层啊 记住一下 简单了解 好 我们再看下边 叫一个地图的比例尺 及比例尺精度 好 我们就看好了啊 比例尺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数字比例尺 说地图上的比例尺啊 分为地图比例尺分为了三类 一个叫什么呀 大比例尺 中比例尺 以及我们的小比例尺 是不是 那这个 那我们讲了大中小 有学员该说了 老师 这数怎么计啊 看好了 计理人啊 我们画一个数轴 写上一个一万 还写一个多少呢 十万 四五 最后呢 是一百万 六 对不对 那看好了啊 我们在这个一万这边的是什么 谁呢 是咱们的大比例尺 中间的呢 是咱们的中比例尺 百万 十万到百万的呢 是咱们的小比例尺 对不对 哎 这个数轴呢 就非常鲜明的 告诉大家 谁是大 谁是中 谁是小 记住几个零就行了呗 又成为十倍的关系 对不对 万 万 十万 百万 记住了吧 哎 那里边在什么 一比五百呀 一比一比一千 哪 什么等等 咱们都大概了解一下 记住 它的一个界限值 咱们就可以了啊 好 那关于它的分类 数字比例尺 咱们就简单 简单到这 那咱们下面来看我们一下 图示比例尺 什么叫图示比例尺啊 画图的呀 那好 我来问学员了 有没有知道这个图示比例尺 这个一比五百是怎么来的呀 有没有学员知道呢 我看咱们学员 看看咱们的底子怎么样 有没有知道 这个一比五百 一比一千 一直一比两千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看看 看啥呢都 来 都知道啊 还是不知道 图上比实际距离 嗯 很不错 对呀 是图上 比实际距离吗 好啊 我们来看啊 有学员 做设计的 咱们非常要知道 那比如说这个一比五百 那这个一比五百 是什么意思呢 我可以写了啊 是一厘米 比上五百厘米 那我们在实际里边啊 我们不用厘米来说了 我们用的是什么呀 用米 这五百厘米 相当于是多少呢 是五米 对不对 好 那咱们来回归咱们的一个图 回归咱们的图了啊 来看这个小界限 来看好 看咱们这个零到一 零到这儿一个小格 这不是小格吗 对不对 我们看谁 他到底是多大平时 看一个小格就知道了 我们这一小格呢 就是代表的是一厘米 好 这是图上的距离 是一厘米 那我们实际是多少呢 我们看好了啊 我们看好了 我们是十米 二十米 三十米 四十米 所以我们这一小格 代表的是多少 五米吧 哎 对 我们一小格 代表的是五米 因此呢 我们就是一厘米 比上五米 他得同单位呀 所以一厘米 比上五百厘米 就等于一比五百 哎 我们就好 我推出来 所以一比五百 就是这么来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怎么看图 明白了没 哎 不明白 没有 哎呦 哎呦 咱们和三同学 是没有明白 再来讲一个下边 这个 好 咱们看这个一比一线 我说什么来的 看一个格就行了 好 我们看这一个格 代表多少 这一个格是一厘米吧 它代表的图上多少呢 你看 这是二十 一个格代表的是十米吧 所以呀 是一厘米 比上十米 换算单位呀 一厘米 比上一厘米 十米是多少呢 十米是一千厘米 所以就是一千 对不对 哎 咱们和三同学 明白了吗 咱们要照顾美 咱们要争取 来的学员 都能听同老师讲课 好不好 啊 明白了 好 这个一比一千 那再我下走呢 这很明不见了 一个小格 代表的是二十米呀 所以就是一比两千 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图示比例尺啊 咱们修园 一定要知道 那如果我给你画一张图 你别不知道 它的比例尺是多少 对不对 那如果给你出来了 我画了一张图 问下链 是属于大比例尺的 属于小比例尺的 属于中比例尺的 是谁呢 既然你看图又让你分类 把它回到一起 所以啊 你一定要回来这道题啊 来下面做题 开始 说地形图中比例尺 一比五 这是一个零 两个零 三个四个零 五个零 一比五万 属于什么比例尺 我看有人错吗 有人错吗 有人错吗 呀 九五四特短 九五四 你再看看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换个 换一个 数值 第一个说是 一二三四个零 第二个说 一二三四五个零 最后一个说 一二三四五六个零 对不对 那这个一比五万 属于中间的呀 所以属于咱们的中比例尺啊 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所以选择咱们什么呀 选择咱们的B选项 对不对 我看啊 谁又给我一个大呀 对呀 一万十万一百万 对 咱们谁又给我一个C 九五四又选的C 来九五四 你把老师给你的这个数轴 给我记住了啊 能不能记住 记住了没有 AC都不是 你给我排除呢 逗我呢 对 AC都不是 B肯定不是 所以选B 对不对 咱们要记住了啊 我看有没有人选错 我挖的坑 我看看谁跳进去了 呀 都没跳进去啊 对 咱们学校要知道了啊 咱们地图上的笔记尺 是指地图上任意线段 线段它是水平的吧 所以呢 对应的 相应的是水平的距离 正确答案是咱们的A选项 咱们一定要不要选择我们的D选项啊 实际距离 咱们要知道是水平对水平 所以选A 这是一个常识型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知道了啊 地图比例尺 来看我们的基础知识 看了我们该看什么呀 基本工作 两个基本 对不对 好 我们的基本工作 第一个呢 就是咱们一个放样数据 它的一个准备 它怎么去准 数据准备好了 我才能进行它的一个放样 对不对 你看放样前应根据咱们一个设计图纸 第一项 还有呢 有关的数据 第二个 以及使用的控制点成果 第三个去计算 啊 我们手 我们放样呢 它必须要去选择的是一个控制点 大家就学而知道了啊 是要选择一个控制点 你不能每一个点都去给它去打呀 一条线都去打呀 对不对 蓝图 我就 我就想到这了 咱们学院还是吗 是是是每周四啊 咱们不 不能每个点都去 你看一条线上 我我挨个的点去给它放样了 不是吧 我们要选择的是一个控制点的成果 去介绍咱们的放样数据 绘制咱们的放样草图 哎 我16年给出来了 16年就是考的这句话 到底是怎么去考这句话的呢 咱们一起来看啊 别别着疑啊 一会咱们就去看一定的真题 好 看完我们上面的一个什么呀 看完我们上面它的一个放样的准备 我们来看一个放样的方法的选择 放样方法 首先我们有平面的 有高层的 对不对 我们第一下看一个平面位置 它的一个放样啊 我们第一个小点看的是平面位置的方样 应根据放样点的 看好了啊 应根据它的一个放样 放样点位的一个精度要求 还有一个现场作业 它的一个条件 以及拥有的仪器设备 哎 根据这三项 咱们要去选择我们平面位置放样的方法 平面位置放样的方法 基本方法你是必须要知道的吧 我们有一个直角教会法 极坐标法 以及咱们的角度教会法和距离教会法等 我们几种呢 我们是四种 对不对 我们的四种 好了 我们的直角呢 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的直角呢 是什么样子的呢 X轴和Y轴 哎 所以我们的直角教会 一般是利用我们的X轴和Y轴 我们的极坐标呢 是利用的是一个角度加一条线段 对不对 哎 我在这儿大概给大家说一下啊 那我们的角度呢 角度坐标呢 一般是用的一个两个点啊 我们角度坐标是用的是两个点 它是一个方向的一个交汇 对不对 哎 这个是咱们要知道啊 是两个点 它去一个方向的交汇 确定的是一个方言点 那我们的距离教会法呢 它是用的什么呀 也是两个控制点 但是呢 它是去画的是什么呀 画的两个语言 两个半语言 去教会我们的什么呀 教会 我们的一个 侧样要放映的一个点 这个呢 就是咱们四种直线 即坐标 以及角度 以及咱们的距离交汇 这四种方法 那学员说 老师我知道的大概是什么呢 可是我记不住怎么着 我告诉你啊 记住 三交一座不就可以了吗 三交一座 这个交呢 有角 两个角吧 有直角和角度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交呢 距离呀 那我在上面不就说了吗 我们除了测角度 我们还测距离呀 对不对 角度和距离是在 我们在方向之中是骗的 对吧 所以有一个角度和距离 角度呢 我把直角分出来了 所以一个叫直角 一个叫角度 那距离呢 就叫距离呗 对不对 距离教会 那这个做什么呀 做就是极坐标法 所以呀 我们这四种方法 记住 三交一座就可以了 记住了吗 咱们学员问 什么放下什么 是 就是把实际的点 根据标出来 在我们的 把图上的点 在实际的点 在实际工程之中 标出来 就叫做放样 角度和水平 距离 方位 角 呀 咱们五二八同学 很专业呀 刚才我一直在 对大家介绍 介绍这几种教会方法 那咱们学员都有 有知道的啊 咱们非常专业的啊 那你需要 对这几个方法 我们大概知道 它是什么样子 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我们需要记住的是 它的什么呀 名字 名字什么呀 三交一会 先三交一座啊 三个人一起交朋友 坐下来 坐一坐 这叫咱们的三交一座 记住了吗 记住了吧 嗯 基本方法 记住了吗 我看咱们什么玩 三交一座 记住了吗 三个朋友 哦 测绘专业的呀 是咋这专业呢 啊 三交一座 记住啊 三个朋友 坐下来 三个人 三个人 交朋友 坐下来 聊一聊啊 一起坐下来 来 好 看我们的 看完平面 看高层 对不对 高层 方向方法的选择 高层方向方法选择呢 主要根据的是一个 放眼点高层 高层精度的要求 以及咱们一个 现场作业的要求 好 我们高层作业 这方法选择有两个 我们的平面位置 方向方法有三个 那我是没谁呢 我是没谁呢 我们高层 放眼方法 我是没有 是没有谁呢 有没有谁知道 我是没有谁呢 记住了吗 刚才我说有点快 高层 放眼方法 和我们的平面方法 没谁呢 咱们汉三同学 说没设备 对 咱们要记住 他这个虽然什么 没有设备 没有一座 954 我说的是依据 依据 好不好 我说的是依据哦 看好 听我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依据 我没有说方法 好了 那我们就下面要看说了 说我们知道依据了 我们就开始说咱们的方法了 方法有 水准测量法 高高电测距三角高层法 解析三角高层法 以及咱们的试距法 好了 虽然说老师 你告诉我上面是三角一座 那这个我应该怎么去做呢 来 水准测量 好 水准仪 是不是测高层的 跟上面连起来了吧 对呀 我们的水准仪水嘛 是测高层的 对不对 所以啊 我们水准测量法 必须是高层 它的方法 选择之一吧 对是我们的水准测量法 那下面这两个呢 高层法 高层法 能记住吧 好了 那这个试距法 要是怎么理解呢 来 你来说啊 我们的视线 它是直线传播的不 你的视线能弯曲吗 来 我回答我啊 你的视距法 你的视线 是不是是直线的呢 是不是是直线呢 是不是 是吧 所以啊 我们的视距法 仍然是直线 直线测的是什么呀 高层 哎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啊 所以啊 我们这儿可以记什么呀 记两高层 两高嘛 这个很大家知道吧 两高一水一室 哎 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高层 它的方样方法 高层的肯定是吧 水 是不是啊 视距 看的 也是吧 对不对 知道它是直线的 水是从高处往低处流的 哎 这个就可以了 方样方法和咱们的平面位置 它的 几个 它的四方法 以及它的四方法 咱们一定要给我记住分清了啊 好 我们在这儿呢 跟大家去强调一下 我们的水准测量法 因为前面我们讲水准仪的 这儿又讲水准测量法 说明它很重要吧 那我们去看一下 它在使用过程中 它应该准 注意一下什么呢 以及我们的水准测量法 它的一些注意事项 好 它的应用啊 说 适应于高层方向中的误差 要求大 不大于啊 说不大于 也就是小于正负10毫米吧 对它的部位 是不是 哎 它的精度要求是非常什么这样 非常高的啊 是正负10毫米 第二个呢 我们是可以用我们的精尾仪 来代替水准仪 进行一个工程的方向的 没什么呀 因为呀 我们的精尾仪是可以测 我们短距离的距离的吧 短距离的吧 是不是 哎 那我们这个高层方向中 它的精度误差要求是非常低的 说明它的距离是比较短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可以用的精尾仪代替水准仪的 但是我们的精尾仪代替水准仪的时候 我仍然需要注意下边了解 第一个呢 就是放样点离我们的高层点控制不得大于50米 好了 不得大于50米 这个数字给我记住了啊 因为呀 在咱们这个放样里边啊 会出现两个50米 第一个50米 大家要记住了 第一个50米给我记住了啊 好 那在下边看 是必须用正道净制平法读顺 并采取正道净平法读顺的平均值进行计算 那什么叫正道净平法读顺呢 好 这里的西班有没有知道的 有没有知道 什么叫正道净平 正道净制平法读顺呢 有没有知道这个呢 呀 528同学 太赞了啊 真不会是测绘的 对 是咱们的盘左和盘右 咱们水利的水利专业的 你看考水利的人 都是咱们是大拿吧 是盘左盘右啊 当时盘左的时候呢 我们是叫做正的 盘右呢 是是叫咱们的什么呀 叫咱们的道 那这个盘左和盘右 又是怎么的区分呢 好 想象我刚才跟大家看到的一个什么呀 经纬仪 它的一个什么 经纬仪 它的一个装置 我说了吗 经纬仪这边有一个是竖下来的 是放电池的 还有一边比较圆的这个 是不是 哎 它就是这个竖盘和咱们一个望远镜的位置 当咱们这个竖盘相对于望远镜 在竖盘在望远镜左侧的时候呢 也就是指咱们的盘左 叫正 叫正的正经啊 当我们呢盘在望远镜的右边的时候呢 也就是盘右 叫道镜 对不对 哎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正道镜之法 对不对 咱们五二八同学 对吗 是不是呢 嗯 老师很专业 谢谢啊 对 这个就是咱们的盘左和盘右 啊 我给大家介绍了盘左和盘右 你应该知道的一点就是咱们的正道镜之法 采用的这两小点 你一些都给我记住了啊 好 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能听懂 是不是 好了 大家都能听懂了 来 那咱们再往下看咱们的一个仪器和工具的大学设计 一点想 一点 想起来了 嗯 好 一点就透 很专 很不错啊 来 咱们看完 那咱们就看一下我们的仪器和工具的它的一个检验 而我们的仪器呢 主要跟大家看到的什么呀 看到咱们的精美仪 水准仪 光电测击 咱们这儿是接着光电测击 上面呢 是电磁波测击 是不是 不用管 我们主要去掌握我们的水准仪和精美仪就行了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的检查事项呢 主要这儿啊 我们精美仪想它的那个形状 对不对 想它讲什么呢 我们三周讲是xyz周 它的误差 以及咱们的指标检查光学它的对中误差 哎 这个对光学对中误差咱们就知道了吧 因为在咱们这个什么呀 精美仪里面它有一个步骤叫对中 是不是 我们是可以采用光学对中误差的啊 对于它这几个呀 我们是要经常检 只要我们使或者是不用了 放下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对它这几个检查事项经常检验的 哎 我们这个水准仪呀 对 知道啊 我们主要是通过它一个倾斜角一个矮角进行它的一个检查啊 我们水准仪检查的是矮角 好 那我们是经常检查的 我们经过一颗水准仪经常用吧 所以我们要经常检查和校章 没有周期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光电测击鱼 它一个什么呀 照准误差啊 什么 偏雕误差呀 加长顺啊 乘长顺啊 哎 这一些呢 我们要知道了 是每年一次 好 我来给说了啊 仪器淘汰了 应该不考吧 咱们这个五二八岁员淘汰的仪器来考吗 咱们先按咱们这个教材学着 教材有的点 咱们一键考啊 咱们考的比较细啊 一键咱们这个点啊 咱们得学细了 好不好 他真是说不准考呢 是不是 咱们初体的老师也不知道哪个仪器被淘汰了呀 对不对 咱们五二八 跟着我学就行了 好不好 好了 咱们是每年一次啊 每年一次 因为我为什么把每年一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呢 因为咱们的周期 咱们这个仪器检查呀 还有后边咱们这个什么网 什么网 咱们知道什么呀 什么安全网啊 安全帽啊 安全带呀 哎 他的一个检查呀 对不对 他的一个检查呢 基本上都是每年一次的啊 有特殊的 比如说咱们旧的东西 又是德产呢 后面就告诉你啊 每年一次 所以啊 咱们这个周期的每年 我再强调一次啊 周期基本上都是每年一次 对啊 什么 那个 呃 值 什么体检呢 你是不是每年一次呢 你们参加过体检呗 对不对 对不对 体检咱们也是每年一次吧 对不对 所以呀 职工的身体检查也是每年一次 所以在这每年一次 咱们也得记录一下啊 好了 那咱们讲完遗迹 我说工具还有检查呢 对不对 嗯 工具 他的检查是什么呀 有咱们一个钢带尺 水准标尺 塔尺 以及锤球 对不对 你看钢带尺呢 我们是一个方程式的检查 水准标尺 刚才咱们知道啊 所以就是红黑面长顺差 以及什么零点检查呀 对不对 以及咱们塔尺啊 就长这个尺子啊 我在这儿就不给大家图 给大家呈现图了 所以咱们一个尺子检查呗 底面什么这个误差呀 锤球呢 就是是不是同轴啊 对不对 是不是在一条线上同轴 对吧 哎 他没有不设计咱们一个检查周期 所以啊 咱们要知道了啊 关于咱们这个仪器和工具的检验呢 在书里边弄了那么好的东西 乱七八糟 好多学员就说过过过过过 我都不看 但是呢 我在这儿 我说了嘛 一键考试非常细 所以咱们在这儿又罗列了一点 你大概了解一下 对不对 有个验一下 选择题里边能选出来就OK了 是不是 哎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仪器和工具的检查 检验 好 那看完以后来做题 两道题试试 来我们做两道题看看 有没有学员选 对呢 来看啊 说下列施工放样的资料中属于施工放样的数据 依据的是什么 哦 依据是什么 刚才我跟咱们看见了吧 什么呢 那是C 对不对 是咱们一个什么相关的一个数据啊 还有控制点要求啊 对不对 哎 这都是咱们的一个依据 像咱们这个测量手册测量手部以及测量的数据 它都不是一个放样数据的要求 是不是强调是测量 咱们是知道强调是放样 对不对 哎 咱们要知道啊 咱们强调的是放样 所以更简单是咱们的C选项 对吧 来看我们的第九题 第九题看好啊 说对于高层放样中误差要求不大于正负实的部位 应采取什么呢 A对A是水准测量法 对吧 这个呢 是咱们的四方法都有了吧 高层四方法 两高 以水 以湿 对不对 哎 这就是咱们高层四方法 我告诉你的小救命 你也得记住了 对吧 哎 我在这就说一句啊 那咱们用 用我们的经纬仪去代替我们水准仪的时候 也出现了一个数字 是多少呢 有没有需要知道 是不大于多少的呢 才能用经纬仪去代替我们的水准仪呢 那个数字 知道吗 哎 对 是咱们的五十米 好 记住了啊 嗯 都记住了啊 来看我们的第十题 你是不是能给我选对呢 第十题说平面位置放样的基本方法有 好 我们的基本方法有什么呢 我告诉大家的叫什么来着 三交一座 三个人交朋友一起坐下来聊聊 嗯 哎呀 真棒 四分 不是两分 全得了啊 他们ABCD 对不对 三个人交朋友 三交 交直角又交脚嘛 对不对 直角角度 哎 还有一个距离 对不对 哎 然后最后有一个坐下来 急坐标啊 我们的视距法呢 视距法属于什么呢 视距 啊 啊 142啊 下次我又想错了 视距法属于咱们的一个高层位置 对不对 属于咱们视距嘛 一条直线 所以是咱们的高层位置方案方法 哎 对 好了 那咱们的视距也给大家搞定了 好像我都给大家搞定了 这点 这点内容 是不是啊 哈 对 好了 哎呀 我们刚8点35 就跟大家讲完这点知识了 对不对 我这次给大家安排的知识呢 是相对于是比较少的啊 先咱们练练 看看大家的底子是怎么样 下个课咱们再继续努力 对不对 来 我来说 针对于刚才老师上边讲的课 咱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赶紧提出来 还有什么疑问 我们就来小节了啊 还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 没有吗 no 大家掌握的很不错 没有 是我讲课 是我给大家知识太简单了 还是怎么着 大家都理解 大家底子太好了 是内容太简单了 还是大家底子太好了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老师讲的好 盘左盘右 能再解释一遍吗 谢谢啊 好 咱们汉三同学来 我跟你说啊 盘左和盘右 是竖盘和咱们望远镜的位置 对不对 如果是望远 竖盘在望远镜的左边 就是盘左 竖盘在望远镜的右边 就是盘右 其实什么叫竖盘 什么叫 什么叫竖盘呢 是在咱们经纬仪里边 有一边 是放电池的 电池的对面 那个有圆的一段 就叫咱们的竖盘 汉三 明白了吗 水利好考吗 好考呀 学着学着 你就觉得很好考 咱们水利啊 水利挺简单的 好像明白了 必须得明白呀 哦 一般都是正经测量啊 实际里边是吗 等我二八同学 又告诉咱们一个实际的啊 好 那咱们管它呢 反正咱们考试之中 让你考正倒镜 对不对 咱们这个 五二八同学 是非常专业的啊 专业搞测绘的 棒棒的 可以看看图片 你就明白了 对 明白了就行啊 要记住它的名字 你别光记住 老师说的盘左盘右 你得记住名字啊 好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别的问题吗 水利是中 水利好考呀 嗯 水利 好 那咱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再为 再为你最后一遍啊 没有什么问题 咱们开始小节 回顾一下 放一下电影 放一下早上这节课 要讲的内容 好了 那咱们就开始啊 好 那咱们学员 咱们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咱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小节 这节课呢 安排了总共就是两个小支点啊 咱们学的也非常棒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咱们第一下就是测量仪器很常见 重点掌握两仪器 那好了 那我们的两仪器非常简单呢 是一个水 一个经纬仪 对不对 哎 在这个水准仪呢 是测的是什么呢 测的是咱们的高乘 那这个经纬仪呢 是测的一个什么呀 角度 对不对 赶紧跟着一起啊 测的是一个角度 那在它的使用之中 咱们一个水是需要区分的是哪一点呢 来 我来看看咱们学有没有了 了解 理解啊 咱们水准仪呢 在测的它的使用之中 我跟大家强调的一两个点是什么呢 哎 快回答我 两个点是什么呢 水准仪测量的两个点是什么 使用的时候啊 关于它的分类呢 咱们在这就不说了 快 嘿 不知道吗 测量的使用的时候 测量的一个是粗 一个是精 粗 粗 是圆粗 圆粗 所以对用的是圆 精 管子啊 管子细长细长的 所以对用的是管 操作 对不对 哎 大家这点需要知道 好了 那这是说我们水准仪 那你看我们的经纬仪 我们的经纬仪测角度 它的名字有有几个呢 有三个游标 是不是啊 光学以及咱们的电子游标卡尺 光学 光学读数 电子读数 对不对 哎 跟咱们的水准仪 它的名字 大家区分一下 关于它的经纬仪 它的使用里边 咱们也需要掌握两个 一个呢 它是叫整平 还有一个咱们一个叫调胶 对不对 哎 咱们调胶的四部 四个是什么来着 调胶的四个 咱们要需要知道 是什么 眼睛来看 第一个是什么 木 仰镜看到的是比较粗啊 是木粗 物 看到的物体啊 是比较准确的 木粗物准 对不对 哎 四个字 是吧 好了 我关于我们的测量仪器 大家都转了 时空放样是基础 理解掌握是必须 啊 关于我们的时空放样呢 我们需要大家知道的一点 是关于什么呀 第一个呢 是大家最要知道 是它的比例尺 对不对 哎 咱们的比例尺 第一个呢 是大家需要掌的是一个比例尺 比例尺有大中小 我们的中是谁呢 而且考一级就是多小 对呀 所以呀 你要记住 水准仪的分类 和咱们经文仪的分类 对不对 嗯 粗物准 咱们果然同学也很啊 对 是咱们的一个比例尺 它的一个是十万 十万 十万和百万 是不是 中的话 是指谁到谁呢 十万到百万啊 对 咱们这儿有知道啊 十万 咱们的万 十万到百万 咱们的中是指谁 大 大是指谁 小指指谁呢 咱们这一点都要知道啊 这一点比例尺 好 第二个呢 就是强调咱们的是一个方法 我们的方法讲了几个呢 讲了两个 一个是平面位置的方言方法 一个是高层的方言方法 平面位置的方言方法是四个 四个呢 是指什么呢 我们再回答 回归一下啊 我们平面位置 它的方法有四个 又是什么呀 是咱们的三个人聚焦友 一起坐下聊一聊 三焦一坐 那个焦啊 是什么呀 有脚 所以一个直角 有个角度 那个还有一个脚 是距离呀 对不对 来自四面八方 三焦一坐 还有哪个呢 就是咱们的两高 一水加一室 对不对 那两高呢 是有高层的那两个字 那两个名字 这是一室 一水什么呀 水准 对不对 那一室呢 是距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方法 还有咱们的每年一次 它的一个检验 三焦一坐 对 咱们很很不对 两高一水一室 都记住了 是不是 好 这个呢 就是咱们这几刻 跟大家讲的两个小点 对不对 一个叫是测量仪器 一个是时光测量 它的一个两个基本 一个基本知识 一个基本工作 对不对 这个呢 好了 那咱们学校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是不是 那我咱们再说 咱们是学习呢 是件快乐的事情 那现在我们开始就可以了 我们一键考试呢 有难度 我们现在开始 一周一次 对不对 咱们又轻松又快乐 是不是 你看 一键考试有难度 三三过来帮帮你 对不对 跟着三三老师一起学习 相信大家就没有问题的 好不好 能不能跟着三三老师一起学习呢 好 行 那每周一次 大家压力也不是不会很大的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个周周剧啊 周波剧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对不对 必须的 好了 那咱们就努力 奋斗 开始 从今天开始 从今这周四的开始 到从这个周四 我们就开始奋斗 我们的一键争取 一键拿下啊 每节课大家都要来哟 加油 谢谢大家啊 那这节课咱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吗 这么下去 应该能够啊 谢谢大家的肯定啊 咱们学员的底子也都很不错的 那下节课呢 咱们将会针对咱们学员的底子很厚 咱们就增大咱们的内容量 所以啊 咱们学员一定要早来啊 刚才我第一个还知道吗 是你问我答 下节课咱们开始之前 就是我问你答哟 所以呀 咱们要提前五到十分钟来到课堂 有什么问题呢 咱们可以打在公屏上 老师来给大家去解决 针对上一回的内容呢 每节课我就会来问 来 我问你答的时间 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哦 提前来啊 好了 没有什么问题 那咱们就这节课 就提前下火课 好吗 咱们下周四不见不散 再见 嗯 再见 咱们下周四不见不散 再见 voir 不散